Hello 大家好,我是Hexat,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 5月在我Washlist里面的 两个股票 在那么多股票里面,总是会有几只股票 是出现了机会的 这是我认为在5月里面 如果它到了一个好的买入时机的时候 我会购买的两只股票 那它到底是什么股 我还没看到最后,你就知道它了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在你们听到 我5月想要购买的两只股票之前 这里要跟你们说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投资的本质和它的底层逻辑 这真的很重要 你们耐心听完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收益很多 就是你会听到人家说 投资是反人性的 那么什么是反人性呢 这里我就讲开来给大家知道 比如说你看Apple Apple在一年前,在几个月前 没个人说,哇,Apple有新的产品线了 Apple的业绩有在增长 Apple有投资在AI公司 然后如果它的AI延伸到整个OS的话 又会怎样怎样 当时这种氛围是很好的 在这种时候股价都是涨的嘛 对不对 大家都会很有信心的 可是当像现在这样 Apple的产品再也不创新了 Apple在中国的业绩很差 OK,它的竞争对手非常卷 然后他们国产品牌的销量 都在top one top two了 然后又发现到 Apple好像落后在它的AI game 它在AI方面好像没有太多的一个进展 就有很多这种负面的消息 你就会非常没有信心 这种时候你是不会买的 对不对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所有大多数的人 你们的幻想都是不会成真的 比如说像NVIDIA NVIDIA现在800块 然后你就会说 哇,800块现在很贵 如果它跌到500块的时候 我就买 我就加仓 可是当它跌到500块的时候 它的氛围会是怎样的 跌到500块的时候 它的氛围会是 AI好像是功过于求了 做了太多GPU 可是没有那么多公司来购买 不然就是大公司都用了很多这种AI的研发 可是都没有研发出什么 让我们生活有本质上的一个改变 OK,可能一年过去了 为什么AI还是停留在那边 这时候大家就质疑AI了 不然就是说AI的GPU价格太高 很多公司无法普及 对不对 不然就是AI好像没有戏了 这些新闻通通都会出来 当时股价就是在500块 你会买吗 你不会买的 对不对 因为当时你在那个氛围里面 然后它从500再跌到300 300块的时候又有300块的故事了 所以像现在在800块的时候 你讲你500块会买 可是它跌到300块了 你都还没有买到一只 就是因为这样 然后当股价在300块的时候 就会有新闻出来说 AI有新的突破了 现在全部商场都开始用AI了 人家开始离不开AI 到时股价就到回700 然后当时股价又很高了 你又不舍得买 就是这样的一个轮回 OK,股市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你要明白的是 股市在最多争议的时候 才是最值得购买的时候 如果当那些故事在股市里面 变成事实了 你才来买 那个时候你是很慢的 你是赚不到钱的 你就会变成他们的韭菜 因为那个故事已经成真了 所有东西都已经price in了 你才来买 OK,肯定是迟了 比如说像现在这样 Tesla有很大的争议 很多人认为 中国的EV正在崛起 它们非常卷 前几天的中国展 就发布了几百辆车 对不对 一个发布会可以发布几百辆车 OK,大家都非常卷 大家也在打着价格战 就说Tesla没有竞争力 然后它的FSD 到现在都还没有落地实行 OK,不可靠 所以它在中国的Sales也非常差 而Tesla很大的一个Sales的contribution 也是来自于中国 而中国的Sales跌了 那么财报可能就会跌 那么在这种时候 股价是在很低的时候 大家都会不敢购买 因为在这种时期 是很有争议性的 大家都不看好的 然后突然间不懂几时 就会有一个新闻出来说 现在所有的电动厂家 每做一辆电动车 就亏2万块 那么多电动车企里面 只有Tesla 是唯一一个造电动车 还能赚钱的一个品牌 因为投资电动车的成本 非常巨大 都是100亿起跳的 如果你没有100亿 就不要来做电动车 OK 它就是一个那么高的一个门槛 那么大家的前期投资 都非常高 要赚回本 是非常难的 或者突然有新闻出来说 FSD在中国 非常好用 达这种新闻出来的时候 股价基本上就是在 280-290 那个时候 你又不敢买了 你又觉得偏高了 对不对 所以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轮回 所以说 投资就是 你必须在 有争议的时候 去相信 你所相信的 也就是 你的眼光 只有这样 才能在股市里面 赚到大钱 你才能赚到 5倍10倍这样的一个壮富空间 这是一个不变的定义来的 OK 所以这些就是 我想要大家明白一点 我希望你领悟到 所以现在就来说 那么在5月里面 两只股票 在我的 Warsis里面 到底是什么呢 那 第一只 就是 Unity Unity这只股票 我在前几期影片 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认为 它的股票也是 差不多打了一个底部的 那它过几天 就要公布财报了 我现在也有在想着 我要不要 bet on它的earning 那么 如果earning是好的 那很有可能我买债的 就会是 非常低点了 但是 这我没有要大家去学 OK 每个人称当风险的能力 都不一样 跟你对那间公司的理解 也不一样 所以你看 为什么Unity 那么多年了 股价还一直在那么低 从2022年的5月 股价就一直从 在这个价位 到现在 在打着一个 这样的一个地步了 OK 已经过去两年了 我认为是差不多 时机 该崛起了 它会打那么久 就是因为公司内部很乱嘛 CEO一直在换 公司的方向 还不是很明确 所以到现在 就没有什么起色 就是这样 就是在这种 有争议的时候 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 如果你认为 这家公司是有潜力的 你认为 以后如果真的是 有ARVR的话 那么 Unity是一个工具 让人家打造 ARVR里面的一个世界 或者他在游戏世界里面 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开发商 没有那么多这样的一个企业 能像他这样成熟 在制造游戏上面 那我们看图 这里他可能在打着一个WD 如果预测对了 我就会买在他的相对低点了 如果Unity的时代到来的时候 他只要涨回去他的最高点 OK 不用创新高 他涨回去他的最高点 就可以涨8倍 到时候这支影片 就够我催一辈子了 直接能预测到最低点 然后在短期内 能涨一个8倍到10倍 所以 你需要有这样子的故事 这样的成功 你就要承担这样的risk 在这样的时候来购买 那第二就是Intel Intel会在我的watch list里面 第一是因为 它已经跌了很多了 OK 跌回去2022年的一个点位 然后会跌那么多 也是因为 做芯片的厂家 主要就是NVIDIA嘛 对不对 NVIDIA现在是老大 老二是AMD 那么Intel已经是老三老四了 而NVIDIA AMD 他们都是在做GPU for AI嘛 Intel现在还是focus在CPU上面 如果不小心有一天 有一个新闻出来说 Intel现在出了一个 CPU的晶片 里面有AI的功能 可能没有像NVIDIA AMD那么强大 可是它足够来去苦集 让所有consumer都可以用到AI的功能 它在CPU里面就能做得到 这个消息对Intel就是利好 当时股价就会涨上去了 OK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就是因为Intel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它的股价是在一个非常逼迷的 OK 是不够NVIDIA跟AMD来比 所以也是一样 如果你要得到这种成功 那么你回头来看你是不是应该就在这种时期的时候来购买的 所以这就是5月我主要两个股票在我的Washlist里面 这些就是人性 如果你会了 你真正的领悟了 你在投资里面做的应该不会太差 当然在投资里面 我个人认为你还是需要看技术分析 因为技术分析它会反映了所有东西的事情 一个东西好卖 一个东西不好卖 你看价钱就知道了 如果一个产品它一直在起家 很大的可能它是很好卖的 对不对 如果一个东西一直在打折一直在叠加 就是没有人要买嘛 需求量不高 所以才会一直叠加 所以技术分析 你不用去明白它背后的故事 有时你看价钱表 你就大概可以抓到 它现在是在怎样的一个趋势了 所以这就是技术分析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有事情都会反映在这个表里面 所以这里就让我打广告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学习技术分析的话 我有我的课程 我把我所有会的技术分析的知识和技巧都教给大家 课程现在只需要389而已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就打开眼界吧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